声乐 声乐 来 好 非常好的 是你这个小坏蛋 哼唱的那么好 教教我呗 求你了 天 我也想学美声 来 保穿进去 姐 哥 别吓死 你不要闹了 你已经唱得非常好 你别闹了啊 别闹着打电话嘛 对 回春 哼唱 哼唱 等一下 等一下 回春 正确啊 大雨 你别 我看到了什么 哼唱 哼唱 汤泡吧 是谁说新疆不追星的 周深来了 节级场面失控了 机场盛景 万人围观 左核酸 周深 你是什么神啊 做个核酸都能上热搜 周深 你是什么神啊 我也不想啊 这么多人盯着 真是比唱土鸡蛋还尴尬 不愧是唱高音的嘴 张得十分的标准 是不是好眼熟呢 之前看见米子们拿你张大嘴巴尖叫的图片做核酸表情包 这次终于看见真的了 希望周深在新疆能够玩的开心 新一期的奔跑版大家看了吗 奔跑把宋玉美食之旅开启 周深 袁雅维这一组合 这一期是被综艺之神关照的 在祖词环节 周深和袁雅维两个人组队去找JY开头的词语 在想到金鱼之后 周深和袁雅维找了一家店 现场在池里开捞 别队的其他人都是用买的 只有他们俩在默默地捞鱼 这个场面真的是又心酸又好笑 水炸弹抽棍子环节 为了袁雅维减少被淋的风险 周深稳稳地抽出精挑细选的那个木棍 还用手指稳定住那颗随时会掉落的水炸弹 认真到稳出了表情包 已经给我压力了 是这个起了吗周深 雅琪问答环节 周深和袁雅维因为回答错误 需要抽去架着水气球的棍子 但是他们俩的水气球好像被粘住了一样 棍子都快抽完了 一个球都没有掉 被警力眷顾的两个人 但是最后惩罚的环节 周深还是幸运地成为那个品尝飞鱼果冻的人 他们想干净一下 他才在给你们铃鱼果冻的人 他在想干净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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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知道飞鱼罐头味道的周深浅尝了一口 痛苦面具立马戴上 崩溃到满屋乱跑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周深的痛苦了 更好笑的是 周深张着嘴巴跑向Angela Baby那边靠近 Angela Baby被吓得舞鼻尖叫 Angela Baby为了不闻到飞鱼罐头的味道 立刻躲得远远的 还用纸巾把鼻子给堵上了 白露更是直接吓到趴在了凳子上 更好笑的是 旁边的李晨也吓到睡倒在了座位上 要不是有不准离开座位的规定 这几个人早都不知道跑到几米以外的地方去了 周深真的是太疲了 在奔跑吧总是能为大家带来精彩与看点 谁能想到居然周深自己的吃播 周深在奔跑吧里还有个续集 周深Vlog里立下的flag 没想到在跑男给倒了 说的不吃飞鱼 这期终究还是没有逃过飞鱼果冻 直接大喊我臭了 这就是命啊 飞鱼的攻击一般人都承受不来 你能接受飞鱼罐头的味道吗 这一期真的非常的好笑 女嘉宾也按照这个标准吧 Angela Baby 白鹿 羊枝甘鹿组合 本期的Angela Baby和白鹿 默契地组成了羊枝甘鹿组合 并且两人在一听到自己没有队友时 双方都表示要霸鹿 Angela Baby 白鹿 两人一起摔东西离场 金庆顺势冲上来说 我作为跑男新的常驻 在这里代替白鹿和baby 以后大家就叫我露比吧 综艺感被金庆狠狠地拿捏住了 金庆太搞笑了 她和蔡徐坤互动真的好搞笑 看个综艺刻出了偶像剧的感觉 金城和霓虹节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真的按照这样的标准请嘉宾吧 这一期的节目不要错过呀 大家一起抽空一定要看这期 你的决情出卖 所有爱情 赔了我的命 我用了一生誓言 换一个命 买汤圆 买汤圆 下家的汤圆是圆又圆 林海宁老师啊 我怎么办 请问一下 要买汤圆去哪个地方买呀 苏宁义购 哈哈哈 我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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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上 如果不会知道 如果你们知道 如何 你们老人 在霍雾的舞台 在蝦克尼 天洋 在地雲上 就像西红云 在霍雾的舞台 我最喜欢的舞台 我会在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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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个 缘分落地 生根是我们 慢慢的都是爱 想不到那么快 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 复马夜 尽且看短香 上鞋桌 请向恋他三世 二岁庄都当场 复马朗的情绪 忘了火烧 灰魂难安 照动床 杀鸡 叶子良心 大家比赛是不是 感冒了还不放过我周深 我以为只是我会唱 他又会唱 你还唱得那么完整 太厉害 清早起来 什么景色章 输一个油头 什么花香 好了来介绍东西了